电视剧《向阳而生》在湖南卫视开播了 这部剧很早之前就引起了观众的注意 因为这部剧是改编自漫画家熊顿的亲身经历 主要是讲述遭遇情感以及智商方面的冲冲打击 依然能够勇敢地跟并魔族斗争 笑着来面对自己人生的励志故事 也可以说这部剧是剧版的滚蛋霸主流军 这部剧首播之后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一方面观众觉得导演加入了熊顿前男友郭成爷爷这个角色 为这部剧增添了非常多的看点 但无形中将林医生跟熊顿联系在一起 虽然他们在前两期并没有认识对方 甚至也毫无接触 可是却通过孤城爷爷这个关系 已经间接了解过对方了 甚至也为后面的感情线埋下了伏笔 同时这样的改动让观众很满意 因为要按照原来的故事前进发展的话 林医生要等到熊顿得病之后才能够亮相 这样的话就未免太晚了一些 所以这样的剧情改动 让身为男主的林医生早早上场 也满足了不少观众的期待值 但也有部分的剧情影响了观众的不满意 比如说莫名其妙的加入了一些地域上的矛盾 比如说孤城的妈妈嫌弃熊顿是个外地人 在加入熊顿被上海男朋友抛弃之后 就强调自己只找外地人 这种地域矛盾真的是很然而无语呢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让观众倍感无力 那就是演员的形象不太好 在这部剧里试验女主熊顿的是蒋欣 如今的蒋欣年纪40岁了 在当下来看的话已经不年轻了 从画面上看 蒋欣的妆容也太过于浓厚了 感觉很不符合当下的审美观念 甚至蒋欣的演技也很尴尬 每次表演出的宽张表情仍然感到不适 感觉蒋欣非常不适合女主人设 而扮演男主林医生的高伟光也不尽人意 之前高伟光在《33世》系列里 饰演的东华帝君女角赢得无数人的喜爱 而她塑造的角色也得到了观众的认可跟肯定 结果这次高伟光被大家吐槽的地方 竟然是在颜值以及造型上 短平头对于高伟光来说 真的是太不合适了 完全没能凸显她武光上的优秀 整个人看起来非常的显老 要知道她在这部剧里可是颜值担当啊 凭借着个人魅力 赢得了无数女性同事的喜爱 而且这两人在一起毫无CP感可言 反正从目前来看 剧情肯定是没有问题 但如果后面演员的颜值还是如此的话 恐怕会破坏整部剧的观感呢 你们觉得这部剧如何呢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